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地人认为外地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而外地人则认为自己对所在城市的建设也做出了贡献 理应享受平等待遇 今天我们要说的《大国大城》这本书就针对这个话题给出了意见 作者认为中国应该发展大城市 而且北上广深这样的超特大城市 要允许老百姓自由地向这些城市迁徙 因为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 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 中国政府有一个核心使命 就是把这个国家的十几亿人拢在一起 只有拢在一起才能带来人口红利 我们要享受这个红利 就必须重新安排我们的内部结构 本书作者叫陆明 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特聘教授 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职业读书人 在理性的经济学专业研究之余 他呢也会阅读感性的村上春树 一书马尔克斯等人的小说 还有像刘慈欣的《三体》和金语成的《繁花》这样的书 陆树啊相当叛逆 经济学家汪丁丁曾经这样评价陆明 他说陆明是他那一代专业经济学家的思想家 中国经验在陆明的叙手里 不再是经济学教义的中国角著 也不再是经济学家读不懂的中国传说 那这样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这本书出版之后也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 《新经报》年度经济类好书的致敬词是这样写的 我们致敬陆明 他所从事的公共研究与写作 同时兼具严谨的学理逻辑和深刻的人文关怀 用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摇晃了那些 长期以来将城市病归因于人口膨胀的认知偏见 以理性触及城市发展中 改配照亮的个体权益和公共利益 陆明说 在这本书交稿的时候 我特意在《非夜》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 我越是相信 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 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之下开花结果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那么下面呢 我就来为你详细的讲述书中内容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 特大城市人口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控制 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 恰恰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派生出来的 第二个重点 人口自由流动不是导致大城市出现城市病的原因 城市病的问题处在规划技术和管理上 第三个重点 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是可以好好相处的 如果把人群分成不同身份并且差别对待 最终对大家都不好 好 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第一个重点内容 特大城市人口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控制 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 恰恰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派生出来的 二者呀 就像是人的一双手 左手和右手 谁也离不开谁 有一组数字经常被人来拿来当段子讲 以此说明我们过去的城市人口规划 是一件很幽默的事 这组数字是 1983年某个超特大城市出台的人口规划提出 要把这个城市两千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一千万人左右 然而仅仅过去了三年到1986年 这个城市的总人口就已经达到了一千万 比计划整整提前了十四年 接着 1990年这个城市又制定了一份总体规划 要求201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一千二百五十万左右 但事实上呢 到2000年这个城市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了一千三百八十二万人 比规划又提前了十年 同样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 2003年这个城市制定的总体规划提出 到2020年的人口规模要控制在一千八百万左右 但是2010年这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了一千九百六十一万 又提前十年完成了目标 那为什么城市人口规划一而再再而三的失灵呢 原因之一是 一个城市没引进一个高科技人才 会相应的带来五个工作岗位 这五个工作岗位分别是 一个律师 一个医生 一名餐馆服务员 一名家政服务员 和一名超市收银员 为了便于区分 我们呢 暂且把这些岗位分为高端岗位和低端岗位吧 那从事高端和低端岗位的人数比例应该是一比一 那也就是三个高端岗位 比如高科技人才 律师和医生 对应三个低端岗位 就像餐馆服务员 家政服务员和超市收银员 如果低端岗位的人数量不足 城市的服务价格就会上涨 假如你支付不起 那你生活质量就会下降 那比如 有些人本来可以雇一个保姆的 现在呢 因为保姆少了 价格高了 所以雇不起了 你本来可以在餐馆吃饭的 现在呢 因为服务员少了 餐馆也少了 所以你就得在家里自己做饭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 对于所谓高端的人来讲 他不光生活质量下降 他的生产效率也会下降 如果这部分人还有一个选择的话 那就是去另一个城市 所以说呀 一个城市的人口 实际上是在不停的一进一出 越是你想留住的人 全球范围内的各大城市 也都想留他 这些人会比较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 我在哪儿挣得多 另一件事情是 我在哪儿花费的少 按照这个逻辑 城市的公共服务提供给低收入者 实际上是有利于增加服务业从业者数量 有利于提高城市吸引力的 我们应该像欢迎高技能劳动力一样 去欢迎低技能劳动力 因为他们提供的低技能服务 满足了城市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这个观点 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具有互补性 如果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 就会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的短缺 从而削弱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超特大城市没有体现出规模经济效应 应该反思的是超特大城市存在的 不利于提升生产率的制度 而不能简单的怪罪于人口数量本身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 就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特大城市人口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控制 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 恰恰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 派生出来的 那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呢 来说第二个重点内容 人口自由流动 不是导致大城市出现城市病的原因 城市病的问题出在规划技术和管理上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 普遍出现了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等城市病 流行的观点认为 这是人口数量增长所导致的 表面看来的确是这样 一方面 现在城市人口越来越多 污染和拥堵也越来越严重 从时间上来看 这两件事的确有某种相关性 人们常常会觉得 这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于是呢 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口数量多是导致城市病的原因 但事实呢 却并非如此 让我们来看一看 其他国家走过的历程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是西方国家环境恶化的时期 比如美国洛杉矶 发生了光化学烟雾污染 英国伦敦发生了 大量人美导致的空气污染 但是现在你看 洛杉矶和伦敦的环境 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他们的环境改善 是因为人口减少了吗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波士顿 特别是芝加哥 秋金山 从来没有出现过 人口下降的情况 反而还有所增长 这就奇怪 人口越来越多 环境却改善了 似乎是违反常理啊 如果人口因素 是导致城市病的重要原因 那国外的这些 大城市人口增长了 城市病应当加剧才对啊 东国分析 专家们找到了这些城市环境改善的原因 原因之一 是植住分离 所谓植住分离 指的是你上班的地方 与你居住的地方的距离 如果两者之间离得很远 那么你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就会很长 就会加剧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 比如美国 当大量人口流入特大城市以后 因为居住条件的限制 城市人口开始逐渐的往郊区迁移 当他们居住在离中心城区 大约10到20英里的地区时 整个城市的交通状况 并没有因为长距离通勤而恶化 这个呢 跟咱们中国某些大城市 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 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美国的城市 在人口搬迁到郊区的同时 就业有一个分散化的过程 工作岗位是跟着人口居住一起流出的 这样呢 人们的通勤距离不仅没有变长 反而啊 可以究竟上班了 那在中国的某些大城市啊 往往是城市扩张的同时 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植住分离 由此造成了一些被戏称为 睡城的居民社区 环境改善的第二个原因 是产业结构调整 我们不能否认大城市人口越多 会使城市病更加严重 但是 我们好像很容易忽略一些 可以使城市病得到缓解的因素 比如说产业结构调整 全世界的特大城市产业结构 几乎都偏向第三产业 也就是服务业 发展第三产业会使得城市变得更干净 伦敦 洛杉矶 东京等地的污染 之所以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 原因就是工业化 但是呢 各大城市随着人口增长 产业结构在发生变化 当城市以第三产业为主时 污染情况就能得到改善 排放就会减少 在西方国家 排放的大量减少 还和清洁能源的标准提高有关 环境改善的第三个原因 是技术和管理 我们目前在城市规划 或者在城市建设的时候 一直有一个思想上的误区 那就是 人们总是把城市病理解为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 你比如 在乘坐地铁时觉得很拥挤 这是一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 当面临地铁拥挤的时候 是应该减少人口呢 还是应该建造更多的地铁呢 那可能有人会觉得 地铁拥挤是因为 外来务工人员太多了 但是事实上 我们应该通过增加地铁的建设 来改善这个状况 尽管现在有些超特大城市 地铁长度在全世界 都算是排名靠前的了 但如果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讲 我们还需要建设更多的地铁 随着地铁线路的不断增加 城市的运载能力不断提高 大客流一定会越来越多 甚至在未来会翻倍 在发达国家呢 有些地铁运营到凌晨一两点 班次之间的间隔 普遍是一两分钟 但我们的城市 至今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那换句话说 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提升 另外 就是公共服务的问题 我们总是抱怨 学校太急 医院太急 当面临这种短缺时 恰恰应该做的 就是增加学校和医院的数量 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作为特大城市 它的许多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的供给 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数来决定的 而历史预测的人口增长数呢 大大低于实际的人口增长数 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最大的城市 也必将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 如果不根据这个人口增长的趋势 来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 只会使得未来的城市病更加严重 中国的超特大城市 目前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是按照20世纪90年代末所规划的 今天的城市规模来建设的 但是无一例外 这些城市若干年前所规划的人口规模 远远低于今天事实上 已经达到的人口规模 例如 某座地铁站最初是按照10万人的规模设计的 结果呢 地铁还没有开通 周围小区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30万 由此而带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缺 就不能归罪于人口的增长 而是因为超特大城市当年的规划 没有科学准确的预测到 今天的人口增长规模 那如果你现在问一些城市规划负责人 我们的大城市是不是太大了呀 估计很多人都会回答当然太大了 那要不要限制人口呢 他们会说当然要限制 这就是我们惯常的一个思维方式 不过我们可以想一想啊 别的国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会怎么办 比如你到纽约东京 你去问他们 纽约东京是不是太大了呀 要不要想办法限制人口啊 事实上 在那些国家里是不会有人去问这种问题的 因为没有意义 纽约东京 他们一没有户籍制度 二没有国家来调配土地资源 为什么要限制呢 又从何限起呢 众所周知 中国城市化水平不高 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完全城市化 未来还会有很多人进入城市 在这个过程中 大城市的人口肯定会增加 当全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 想让大城市的人口不升反降 这是不可能的 未来一定是全国各地所有城市的人口同时增加 差别只在于不同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而已 因此呢 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科学的面对人口增长趋势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不断的治理城市病来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人口自由流动不是导致大城市出现城市病的根本原因 城市病的问题出在规划技术和管理上 下面呢 来为你说一说最后一个重点 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是可以好好相处的 如果把人群分成不同身份并差别对待 最终对大家都不好 外地人来到城市 就算得不到户籍 得不到和本地人同等的公共福利 但他既然来了 就说明他一定是凭自己的本事 创造了比他拿到的工资更高的价值 换句话说 新移民创造的经济价值 是超过这个人的社会成本的 反过来 如果一味的限制人的户籍身份 外来移民在城市里就没有归属感 当一个人没有归属感 他就会有三种动机去储蓄 一种动机是养老和预防生病 因为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覆盖 第二种动机是 人们预期未来要回老家 所以不敢买耐用消费品 第三种动机是 人们预期回到老家以后 自己的收入会下降 所以他要把自己现在挣的钱 留在未来花 在这三个因素的制约之下 当一个人没有本地户籍的时候 他的消费会比有本地户籍的 可比对象要低17%到20% 那当大家都去储蓄的时候 节省下来的钱 往往是本来可以消费服务的钱 而服务的提供者是谁呢 其实很多是大城市的本地人 有研究发现 当一个城里的外地人 把越多的钱寄回老家 他所在的城市里 本地人的工资就会越低 这就相当于 有一个本地的消费需求 通过汇款汇到了外地人的老家 所以对外地人的限制 实际上是不利于本地人提高收入的 我们拿橘子来做个比喻 外地人拿走的并不是本地人手里的橘子 因为外地人来了以后 经济蛋糕在做大 也许本地人原本只有一个橘子 现在变成了两个 你把外地人关在门外 相当于你自动放弃了 把蛋糕做大的可能 而且现在的人口流入地 也就是本地都日趋老龄化 外地人的进入 其实是在帮本地人养老 因为你有需求 本地的劳动力供给又跟不上 正好外地人来填补了空缺 这个填补空缺的行为 所创造出来的就是第二个橘子 很多时候 这个橘子是被拿来养了本地的老龄化人口 那如果从公正角度来理解的话 有些问题常常会被理解为分蛋糕的过程 那实际情况是 这个蛋糕并不是说给这个人多了 另一边就肯定少了 经济学家更关心的是 整个蛋糕是变大还是变小的问题 如果你不公正 可能整个蛋糕就都变小了 让户籍和公共服务挂钩 其实是在歧视低端劳动力 而需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恰恰就是他们 说实话 现在大城市里那些排斥外地人的本地人 他们的祖上也曾经都是外地人 很多城市只想引进高精尖的人才 这就好比我们都只想要 今天光彩照人的麦当纳 殊不知年轻的时候 麦当纳就是在美国纽约酒吧里唱歌 住在地下室里的一名打拼的外地人 一个行业的人群结构一定是像金字塔形状的 麦当纳是从底座不断的通过市场经济淘汰 才到达顶尖的 如果你当初把底座拿掉 就不会有今天的麦当纳了 再比如 现在大城市的那么多大企业家 都是怎么来的呢 都是市场经济的土壤孕育出来的 很多大企业家20年前也都是外地人 就像美国硅谷里的很多大佬 原本就是没毕业的大学生 但是我们现在不要这些人了 在这些你不要的人里面 你怎么区分哪个是未来的扎克伯格 艺术家的命运也是一样 所以呢 世界上很多城市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往往会保留一些破败的街区给艺术家们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 2016年8月 北京市对外发布了积分落户管理办法 按照办法符合一定条件的在京工作的非经级人员 可以通过积分落户申请获得北京户口 在北京之前 上海广州和天津等地已经出台了积分落户政策 特大城市中 上海2013年7月首先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度 规定满足本科以上学历 在户投资创业等条件就可以申办上海市居住证 持证满7年后 同时满足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等条件 就可以申请上海市常驻户口 随后深圳杭州广州等城市也都相继出台了居住证制度 那也许有人会说 相对于庞大的外来人口数量 积分落户只是杯水车薪 但是记住 打开的门就不会轻易在关上 改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好了 说到这儿 今天内容就聊的差不多了 下面呢 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人口规模 特大城市人口不能简单通过行政手段控制 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 恰恰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派生出来的 我们的很多公共服务 都是根据十几年前估计的人口规模来建设的 因此呢 应该提高城市规划的准确性 其次我们说到了城市病 人口自由流动 不是导致大城市出现城市病的原因 城市病的问题出在规划技术和管理上 人口规模增长可能会滋生一些城市病 但是人口增多本身也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 在某些方面对于缓和城市病的作用啊 恰好是正向的 你比如增加地铁的建设 提升环境污染的治理手段和技术 这都有助于缓解拥堵和污染 人口规模增长还可以促使产业结构调整 因为特大城市更倾向于发展服务业 最后我们说到了户籍制度 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是可以好好相处的 如果把人群分成不同身份并差别对待 最终对大家都不好 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的障碍 因为户籍制度区分而造成的二元分割 会是一个社会隐患 那通过今天的分享 我们知道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问题 的确是当前中国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同时也充满了争论 需要申明的是 我们分享的这些观点 只是对于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个视角 但肯定不是唯一的视角 我们不以管理部门为喊话对象 只是想提供一个思考维度 以及认知角度的多元化 本书作者陆明也承认 也许他的有些观点在很多人看来太过理想 不过他认为 理想的意义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它 理想的意义在于指明一个方向 理想的状态就是一个参照系 一个国家的发展将逐步向这个目标靠近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请不启入